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是第一次來 今天是受到這個 郭勞功德會簽面禪師的指引 來到這邊提案 其實我昨天才知道 有這個平台 然後我凌晨才開始寫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非常初步的想法 大致上是 在面對這次勞技法修法的一些 感受呢 我想要把它轉化成一個 可以蒐集大家心生 又可以娛樂的一個遊戲 那目前都還很初步 一切都還是非常開放 可以討論的狀態 那原則上 我初步的想法是 玩家進入遊戲之後會有兩個主線 劇情 一個是老闆的劇情 一個是員工的劇情 那主要就匯合在這個員工的愛慕者 他疑似過勞史 然後這個員工想要 透過各種線索 來推理出 老闆掩蓋掉的那個過勞版表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那會是一個推理遊戲的方式 呃 我想有興趣的人可以 呃 來這個簡單寫的這個故事大綱 來看一下 目前的想法 那我們今天 呃我覺得今天想做的事情就是 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來一起討論 這個遊戲可以怎麼發展 可以怎麼 呃實現 呃 然後 接下來 看是不是能夠 在2018 總統大選之前 讓這個遊戲可以 實質上的讓 社會大眾去玩 那目前為止 我們的團隊成員是包含我 我是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領域 研究所的說之聲 那接下來還會再 再找小說家跟 一些美術工作者來加入 那希望有興趣的人可以跟我聯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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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